阿朵阿布丘梅雨 今天的评语 大家好 我是黑素斯 台湾人喜欢喝什么酒 在热炒店喝壁炉啊 硬州喝威士忌 开玩笑是不是 难道啤酒不是德国的吗 威士忌是苏格兰吧 那夹干台湾酒呢 你们忘记是不是 最能代表台湾的酒是什么 酒口酒把刀 阿妈 年轻年轻 竟然这么能我需要喝 五八金门高粱 台积泉寺庙 霹雳不得戏 外国人觉得很酷 喝国外的雕酒 台湾人会觉得很酷 外国人比较喜欢喝高粱 真的吗 没有人相信我 粉丝性爱 送四门金门高粱 何志愿爱上高粱 你准机 哦 一口干 你看是不是 台湾人怎么没有喜欢果货 奇怪 五八金门高粱 喝点了 插酸盆 不会很烈吗 好喝 五八金门高粱 嘴巴高潮 可以飞 天然合一 五八金门高粱 你是不是才拍他们打广告 噓噓噓噓 但是你需要那么夸张吗 拍影片很累 先休息一下啦 咖啡 咖啡 回来了 你傻不价格的台湾火吗 放松的时候 你喜欢跟朋友喝酒聊天吗 喝过五八金门吗 那 和五八喜欢搭配什么菜 请留言给我说 Q&A 哈啰我是Hosei 黑书的哥哥 每个礼拜都会答你们的问题 看一下啦 黑书师 要怎么上Q&A 1 问问题 2 问有趣的问题 3 有耐心 简单吧 黑书师 拿到了IG吗 没有 你要送给我吗 店 谢谢你留言 我选到很多 不过有点深奥 我会继续研究 谢谢 请问你会在台湾一直定居下来吗 除非做坏事 被赶走一定会 黑书师 你在台湾有没有女朋友 哈哈哈 跟MPS 下个礼拜的Q&A就到这 下个礼拜继续回答你们的问题 拜 Q&A 下个礼拜 见 是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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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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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